大家欢迎回来 这边的话刚才经过第一场比赛以后 两边的拳手都是做了一些 心态上的调整 刚才听他们路过的时候 也是一直在总结上一把的一些问题 是的 不管赢了还是输了都在总结问题 然后要看下一把怎么打 所以说第二场比赛一定会特别特别的精彩 好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看第二把 双方拳手应该是准备就去了吧 是的 准备了这么久 还是先看一下这边队员介绍 大家都比较熟悉 是的 草莓的擅长英雄 现在是已经换成了龙女了 对 西瓦娜 下一位 他这个名字确实是非常霸气 是 上英雄表现非常抢眼的奥莲娜 Sukin 他的奥莲娜上英雄 初期可以说是把武装态压得很惨 是 这个真的就是英雄 英雄的克制上 武装态也找不到很好的突破口 嗯 微笑 等了一会儿感觉有点困 是的 现在是WE资历最老的一位队员了 嗯没错 然后辅助的阿黎 这边是ONG的队员 上一场 可以说他支援的那个特点还是打得出来 但是整个团队的经济劣势实在太大 他也是 束手无策 对 阿伯莉 要导 小姐我们去成都做活动的时候 现场主持人问了一下ONG队员没几位有女朋友了 嗯 然后就两个人默默举了手 是勾勾硬盒要导 对 小散说我有打气就够了 小散高大依据 上一场比赛小散的表现还可以其实 真的 他作为一个下路的ADC单人的一直把持住了 完全没有那种开大招的状态 上一把真的是 而且有些地方还有carry的表现 有的时候他的一些伤害还是打出来 哇 这个音乐有一种 不成功变成人 背水一战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成功的VanPick WE是在蓝色方 而紫色方也就是红色方呢 就是OMG战队 这边一上来先扮掉了瑞文还有卡萨丁 还是要扮掉 因为上一场的话确实是针对住了卡萨丁 但是这个点一旦肥起来的话 也是一个不讲道理的 他这里WE扳掉两个那种初期肥起来 中期不讲道理的英雄 一个是卡萨丁 一个呢就是瑞文 另外一边扳了稻草人 那最后一手的话 我觉得OMG是可以把瞎子扳掉 然后WE这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必要扳的了 因为他们现在先手有很多 因为他们现在不扳盲僧不扳 你对方必然放出一个 自己就可以抢 卡萨这边会怎么样选择 我觉得蒙森其实可以扳一下 然后如果对面扳掉安妮之间 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应该扳奥巴马或者安妮其中的一个 因为我扳了一个 这边的话下一手肯定 至少放出一个现在比较强的 蒙森 帮了蒙森 另外一边的话是扳安妮吧 奥巴马可以放 但安妮放了的话 对方随便组一个ADC就会组成一个下路非常强势的组织 当然不排除OMG这里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西马纳 西马纳这个点 他刚才也是放出了 因为感觉他们还是对打龙女这个点蛮有信心的 除非在一集团的时候 这边可能会有到一些收益 或者他们现在就谁都不扳 你拿安妮 我拿奥巴马加西马纳 你拿西马纳 我正好这里直接拿奥巴马加安妮 最后 当然了 西马纳还有很多种很合的 这个是随便搬 我觉得应该是随便搬 就是他随便找了个卡牌搬了 这边的话 看他们这边会选什么 西马纳呢 还是安妮 可以放出来了 对 我觉得 新德拉 我刚才有时候可能会先拿龙女 但是没想到他们先拿了新德拉 另外一边会拿什么呢 LUNO呢 LUNO最近也是要导使用比较多的一个 哇那OMG这边真的是针对型男人吗 这个奥巴马和安妮都在 那这两个话中路完蛋女下路 奥巴马加安妮 WU这边的阵容就属于拿的比较完美了 想拿奴奴 奴奴奴和安妮 那另外一边的话还是把奥巴马拿了吧 不让对方拿到这样一个西马纳奥巴马 那其实是这一把两边的阵容拿的都比较不错 从班匹克上来讲的话 WU这里 前三手都是拿到了当前版本当中出场率非常高的英雄 MG这里选择EZ 然后中路的话 现在面对新德拉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择感觉 就奥迪安娜 狮子狗 那上路的对上路的这个对线呢 依然是龙女和狮子狗 常规对线 这种 中路就真的只能奥迪安娜 奥迪安娜和九可 奥迪安娜和九可这个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奥迪安娜也可以 但可能会对 新德拉秒人这方面做一些对不对 带一个货盾会不会好 最后一手可能会拿奥迪安娜 然后奥迪安娜的球给开了大的狮子狗 然后他有会有一个短距离位移的效果 这样配合的开大也不错 看下这边最后两个位的辅助和打野 打野的话就是奥拉夫 奥拉夫或者位或者蜘蛛 蜘蛛尾斑 就是奥拉夫或者位 咦 拿杰拉夫 确实 确实比较没事 奥拉夫 你还要把一边打野 好 确定 真的是 W的阵容拿的很完美 他们这个阵容真的是 现在版本里面最强的几个位置里面的一些代表英雄 九筒 确实用九筒这边来兑现一下 辛格拉的话会比发条更好一些 但是发条主要是讲究一个和狮子狗的配合 发条又有初期刷 然后中后期团战里面一两个技能放得好不好 对于九筒来说同样是 两边的阵位也确定 肯定下路安妮加伊兹伊这边面对奥巴马加锤石 两边五五拍吧 如果真的要对到一起的话 这边阵容这边阵容选定了以后 怎么说呢 我个人更倾向WE这边的阵容选得更好 看起来阵容更完美 对中路的辛德拉上路的龙女 然后打野的奥拉夫下路奥巴马加锤石 这都是现在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就当天版本非常非常好用的一种 组合起来也非常的优秀 对 这场比赛对WE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关系到一个晋级的名额 如果这场比赛赢了的话 他们将会直接和埃基汇聚到决赛里面 这边还在做一个战术的商量 会不会一集团再来一个顺利 我觉得应该是商量一集团吧 一团的 一直有一个锤石 有个锤石 然后他们这边一团辛德拉 还有奥巴马 就出席这种一套小爆发其实蛮高的 奥拉夫这个新一集团的点凶 凶很凶 一斧子丢过去也越多越对立 就感觉 小铒你眼神怎么回事 小铒和拉布林两个人是 好像预谋了什么东西 两个人在赌什么呢 有可能 这样子 微笑一直在做战术指导 是的 也在指挥 现在已经进入到游戏当中了 游戏已经进了 好的 我们看到游戏已经开始 蓝色方的话就是WE战队 OMG就是紫色方也是红色方 刚才的场比赛里面是WE战胜了OMG 现在看一下双方的出门装 鲁鲁这边为了增加自己跑通能力 是先选择的鞋子和服气品的一个 它是一个通路天赋的鲁鲁吧 嗯 那面一团的想法都有在想怎么样去打 欢迎来到 你看两边的辅助全部都是纯假眼出门 没有在真眼 这个眼 这个眼的位置 只要往那个树上插 对 它就会自动过去 对 有时候还是长几率的 如果那个位置插得远了一点点 它就往回弹了 所以这边鲁鲁一级的这样一个情况 就鲁鲁是现在很脆的 还有30秒到达战场 鲁鲁一级团没有战斗力啊 生意还可以嘛 至少能有个减速 生个W就 这边互相都知道彼此的一个情况 哇 这个安妮的走位也是非常大胆 直接上去放眼的 是越来越来越对方那里放眼 那现在双方一团都是有点谨慎 各种点一团应该怎么样去打 还在做战术指导 对 还来示意 说这个地方放个眼 这个地方可能有人 还放个眼 说万一等会儿他们来抓 怎么怎么样 因为鲁鲁反野 因为有鲁鲁他反野就很强嘛 对 你们不能逮捕我 鲁鲁现在除了反野之外 他线上把猪猿真的是太给力了 那个速度说到哪就到哪 有红buff有意的话 真的是你走都走不走 阿拉夫就选择蓝开 蓝开是不是我选择反对面红呢 因为我们知道鲁鲁是没想到没有选择 鲁鲁一开始没有什么太多的战斗 就没有看到这种正确的打野开局 然后 然后 外温记选择主动的换线 是的 嗯 这边是双打野 双打野慢慢的去靠 诶 那你到是你先过来 你这要有一个试 如果是正好被吹尸 之前有下面的眼睛看到他有情况 是的 因为这边新格拉出击 肯定是要打的比较凶的 所以自己继续接压住 反正不在意 没关系 等哥到六级有爆发 配合打你 这边双方打了也是 赶紧拿一下这个很大 狮子狗就是上线到三级吗 来到二级 还到二级 好吧 风格越速的更快一些 选择先回去 服务一下装备 先出一双鞋子 我觉得面对鲁鲁这样的打野英雄 很多英雄的面对是回去的时候先出一双鞋子 对 增加自己一点移动速度 跟他互相打一个支援点 跟他互相打一个支援点 诶 诶 诶 三级的塔塔强杀 阿拉夫也来了 这一场很安全 这里弱的支援时机选择非常重 看 对 但是农农也没什么蓝了 有一个蓝buff 还好 不是不是 是安妮为什么蓝 安妮刚才已经被蓝了 这边的话很及时的来到上路 芳草莓是青夏兵 对 对 蓝buff 这并不可能要赶寻 是的 確实是 现在 应该他把杀 消耗了他的血厂 在线上恢复的力 还是可以让他在线上的血厂 能够护走一些 这边是直接过来 这边是没有赶到人了 是被一个惩戒抢掉了 然后奥拉夫直接开大 要杀这边的 开启袍吧 这个有点没想到 莫名其妙 那觉得奥拉夫会觉得这边安子就有点莫名其妙 对的 一个不快收走了奥拉夫 有个双霸果非常的诱人 诶 莫名其妙又反了过来 哇 回大了 进化闪见赶紧跑 我们这边 w 刚刚结束 还要继续追吗 应该下一发一 下一发一带走 哦 漂亮 这个 这个双双人进也其实真的是 这就是刚才小伞和万币商量的那个打法吗 嗯 因为刚才奥拉夫一看都觉得不可思议 对 奥拉夫就冲上去就是一个E 然后这边安妮就被劈死了 再加上新德拉当时一个非常敏感的夫人 这边直接拿到了双buff 对 新德拉这个双buff实在是没太污了 对 这样九筒就做不好过了 而且九筒就放在新德拉走这一波 完全没有任何 没有把这个烈尸追回来 拉开 而且回家也没什么钱 直接回家双多蓝 巨头打不过呀 现在应该直接一个虚弱 里面招玩机技能又少 他们是想强行换这个 回时没有用啊 感觉怪怪的 OmG的角度 我奇怪打了 这样阿尼开始 放EZ跟王妞再跳 然后自己去打套路吗 双游 那你过来遇到 要拿你这一波双buff 但是给了阿尼 他们是没有技能 没有伤害的 好 只能是先抢他再说 保证你攻撞 上来第二波 这一波安妮是闪现的 强行拿这个人头的 是的 狮子狗现在真的是比较惨 因为狮子狗 其实他叠残暴值 是一定要有 他技能一定要命中 才会有残暴值 这台感觉要导带的绝对 这边闪现过来 大招把奥拉夫炸出来 这一把倒是 这一把倒是达七的游走 对 要导就在这里 一直帮助连扎尔下路来守 然后达七去游走 帮中路拿了两个人头 真的是奇怪的 过来打一波 吃一口 危险赶紧回踏下 不打 因为这是奥巴马的爆发 太大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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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味道 这开大强行换奖 那么这样 外币中路把人头 扳回来了 领先了 上方经济现在一样 大家看一下龙女 上路抗压的情况 是和狮子狗一样的 都是一个 28个刀 一个人头 这么还要星 hem 打一波 反正可能可以压掉这些打断 对 因为上来上去 中路斯诺拉斯拿了一个蓝 然后九层这里也要准备去拿自己的蓝 把蓝夫过来上路帮忙清兵 这边的话以一个保守派为主 我们直接开大过来 要把这两个都封走 还要对阿迪这边双半斧有想法 哎呀这个双半斧几斤倒手啊 是的 阿迪这太不小心了 阿迪这太不小心了 这会拿了蓝 我没有发现草贼 就从这个赛事开始打了凶 对 主动了 对 在we调整以后 就打了凶了很多 直接走那个 是的 因为九层只能在这里慢慢的去刷一下鱼 然后现在现在也是一个圣杯 小圣杯加两波蓝 中路就和斯多拉比对刷 还要防止对方一个打野的干戈 好这边的话 omg看来是想在小龙这里找个机会就打了 但we也很清楚 刚才自己的经济优势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初期第一下小龙打了扫 所以这把对于小龙特别的小心 好已经发现了 哎 没有ad啊 这个 直接被勾 奥拉夫过来怎么办怎么办 一个大招 西马拉夫驾走 但是他的伤害明显不够啊 这边弄弄毒一个草叢子弹吗 给了个虚弱啊 下一趴可有没有机会 一个大招 哎呀 肯定挖不到了 不过能拿到这条小龙也不错 刚才也是借助对九层的一个牵具吸引一下对方的火力 吸引一下对方注意力 是的 阻止了他们这边进小龙的击杀 哎 小龙被抢了 真是 就看刚才这个状况而且还是努努 真的是罪了 我觉得努努打也被抢了算是失误了吧 这个失误很大了 他毕竟有一个Q就能当做一个小宠剑用 我们这边也是看不到他的一个招呼 哎 这一堆上去 安妮也是 安妮要死了 嗯 这个外套 OMG今天这个比赛两场都打得很奇怪 而且龙女这里的支援做得很不错是直接绕过来支援 刚才如果勾勾硬赛的话这个支援可能就不一样了 而且这把奥拉夫真的是全场游的很 所以我主要是觉得这一盘 因为有点 其实这两个节奏带着有点伤 可以买个上班 前面有双Buff 前面有双Buff啊 拼命想吃亏了 哎你要盯着这个小兵打的话也不太舒服 顶在小兵堆里边打 关键是小龙一被抢 其实刚才小龙如果拿到损失干凌是完全可以接受不亏的 但刚才这个小龙被抢了基本上 我初期的所有博弈 OMG这里都是属 就感觉这把弱得到了两次有点可惜的 对的 是的 哎这个 应该是可以杀掉 这肯定是可以杀但是 酒桶的药鱼座干可能是要不以后的 那一波提线 这边勾勾硬和龙女的一个单挑两边的装备都差不多 狗的灰狗本来更给力一些 龙女是反向开一个大招 很稳 一个反向一个大开W的时候他把这个清掉 刚才耗下去发现狮子狗的血量 还是保持回来的 因为龙女是越好越多 这边是召唤奥拉夫上来战个狮子狗了 要看人家下路阿迪直接给了个大招 狮子狗还是会杀掉的 下路也杀掉 再做了 好吧 我现在下路也是会杀 这边奥拉夫的作用真的是 这一把体现了一种弱的打也确实比较强 应该和场场的实力属于真的是差不多的 干嘛 不黑不吹啊 主要是 这一把钩道 这一把钩道 安妮是让你 这些钩道的 让熊来藏下藏啊 安妮在藏下 哎 这边我告诉你说不定就要换到人了哟 啊 啊 都被带走了 这个有点这个大招的解释 啊 这个就真的是没什么太大必要啊 这波还不 是 双八幅没了呀 你双八幅没了呀 你要安妮死好了 但是啊 安妮刚才也是不得不这样做 如果刚才死了的话 还是路路在撑 还是要死 是 还是感觉 感觉两个人 轴头推的更多吧 对 这边 视野的压制很重要 而且现在防御塔上 W5间两座 防御塔初期提供的视野也非常重要的 你看这两个眼 这两个眼真的很重要 你粘着就给你打了 你看你给我个Q掉这包水 我回头给你个E给你Q 你也掉多少水 看起W 这边想等人 不要等 因为 可以 看这边等人 就算后面的安妮过来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打不过 三个塔 好要三个塔 OMG就从来没有想过拿塔 当年自己最流行的这个打法 看下没有 OMG每次换线把自己换亏 看下没有 就他换完线以后 自己的这个防御塔总归是亏的 感觉怪怪的 对 有种受不出来的 味道 这边欧拉夫也是带起了400 他是控制 更进一步压榨对方的视野 是的 这边是4000块钱的 这边虽然耗得过龙女 但龙女就是这么带线 怎么跟你打 龙女这边要跑支援的话 龙女是完全不错的 反正有大 而且有W 而且鲁鲁这个点没有打开了 鲁鲁这个点 你没有打开 现在他的作用就非常的小 真的很小 反正想想看 敲到阿富一个蛋皮马上出鸟盾 你这里 只有个蛋 而且鲁鲁这个点 对于 他们这个阵营的人数扎成是很低的 是的 就哪怕他跟着这边的奥巴马都还好 哎 这里他勾勾到 有没有机会 正好是上面有一个视野 这里有人的 有个大招 按照身上有的在怎么办 是 不要慌忙就上 而且酒桶装备好差 他这一波的话应该是回去想出一个大棒的 我觉得他现在 大棒 比较有可能是比较大 这状态还好 他现在有钱 他就一直弄得 要是狮子狗 我也不带 是的 狮子狗1-1现在有个日盐 你女生人身上还是一个在哪 然后这边第二条小龙 没有任何的办法 有眼看到 没有用 现在你5位5打团的话 只能是撕探这个强 这边是要打吗 龙女在后面随便 搞一下的话 这个你打不动他 安妮没有大招吗 你要被秒了 安妮安妮 哎呀 阿拉夫撑过去 一斧头一斧头 漂亮 对没有机会释放了 而且这边酒桶上有个 蓝帆斧带也不敢上 很有可能 好看垂石一勾勾住酒头 一队在旁边 真是不容易 对这边看一下 这边有蓝了 直接刻写了蓝药 哎漂亮 看狮子狗狮子狗你在干嘛 这边反正丢了个E 狮子狗过去切掉了这边的一个垂石 EZ冲上去想要批掉这个卢西安 看一下 EZ应该要被换了 哎呀差一点点 给一个E 然后双枪 拉夫回头再收掉这边的ADC 这把弱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抢眼 刚才他牵切死兰妮 然后刚才又切死了这个AD 哎他现在的装备真的很不错 这边是打了一个二块三吗 应该安妮是复活了 三和三 三万三 但是防御塔的经济以及小龙的经济 这个差太多了 对 翻塔两龙啊什么概念啊 这一个很大的 这一个很大的公共经济 三塔两龙这个差距真的是 没有想到 就你任何线上的差距都足以靠这个差距来看 是的 你哪怕现在平均线上都比对方少20刀 你现在经济还是领先的 挖了一个大还没挖到那个大狼 还是要挖这个下路的这件事 好吧 而且奥巴马现在装备也不错 ADC方面的话 奥巴马这把依然是在装备上领先了 DZ这边拿到一个红buff 虽然有视野 看另一方面一个入侵 但是奥巴马夫这里是有400的 直接把视野清掉 这把无状态现在回家只有一个法川鞋加大圣杯 哎呀 他刚才回去应该是觉得 自己还是稍微的需要一点 移速 如果直接出大棒的话 虽然说AP伤害可以提高一点 但是没有移速的话 他可能会被对方飞打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现在 有一点AP会好一点 因为他现在输出其实是有点弱 在对面奥拉夫先出了一个鸟盾的情况下 这个奥拉夫的装备实在太好了 咬盾弹皮 你反观一下鲁鲁这边 这个装备实在太差 人下宝石 差一个蛋 感觉有点养肃的 对 久总现在真的是 213分数据不错 但是 感觉打不出来 他的伤害还是面对对方这种肉来说是打不动 你又很难秒到卢西安 还是在鞋子的话 草鞋子 他刚才没有草鞋 就是没有鞋子情况下回家那一回 然后我在想他可能是想载钱直接大棒 草鞋大棒 现在经济已经要差6强 就是在这边没有钱的情况下还要抢顶400 而且 马上我把马回家就要出轻鱼了 微小这一波回家应该是可以可以出轻鱼 而散黄这里的话 双倍还是不是很好 这边是要经济最差的一个点来控制是 然后用自己的w作为一个buff加成 是的 只能如今只能这样 把自己当作一把红叉来玩 好黑啊 我只能这样玩呢 而且你控制打欧拉夫也打不打不了 他等会就是你发现垂时永远在欧拉夫旁边 欧拉夫上去就算被控了我马上哎这边炸回去 但是后续的兄弟有几个 害怕 差不掉 我说先手的蝶蝶是很尴尬 只能是就网拉夫 因为刚才只有网拉夫的走位是有问题 如果你在侧翼可能随时会准备插上来 这边正面团的话在九桶没有大招的情况之下是根本打不了 现在九桶和圣诞拉的装备是一样领先一个多蓝戒 只是多一个多蓝戒而已 啊两段想三段伤害把这个也秒了 没有满掉 这好焦灼的感觉 我跟龙李现在的状况其实也差不多 还落后蛮多的 面板上看起来差不多 落后蛮多的 看他的装备落后蛮多 一边是幽魂斗篷 一边加水银鞋 一边是 副极斗篷加草剂 面板 三杠一杠一杠一还多了几个饼 但实际上那几个鱼 他会打开销鱼 就没有意义 那还是可以站 现在这我觉得现在we打团就新we战队他们打团好强啊 节奏感 他们整体成就打了很整 现在感觉omg这一场啊这两场他们整体的节奏也很怪 又是他这经济 而且从一开始就很怪 三塔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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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经济差距要逆天了呀 要7000了 遇到了这边的小红帽 装一下 碰到 现在他没有球 没有Q1 这边是 打不起来 但你打不起来的话你也组组一波推塔或者说是 怎么样的他现在的话就一直被对方压制 这个意境的减速还是很给力的 能给力没有意义啊龙女过来开个W一会这些兵就没了 算能推做塔了吧 不要了 随时也是就在身后龙女之后撑不处 你要接着跟我号的马下个半 跟他们的支援 是的 啊这是一个勾引啊 然后闪现还闪到了全新的大招手 这边这个眼神让你求你拆 还闪现了一手 奥巴马也赶到了 那这一波打完以后应该是直接可以打大龙 这个没得说直接大龙 哎这个居然不打大龙 看这个样子 就你居然 女很想打 其他人都回去了 这居然不打大龙 这边打也死了 我 抢到了一个 这样都可以讲 一个buff 这个不打大龙说不过去啊 鸡蛋打大龙的话真的很轻松就打了 可能是中路 退一波塔 大大谁又要来 博拉夫没有意义啊 这边的话想去秒对方的 奥巴马秒不掉 然后新德拉在这里超越成了QE 在W技能可以在这里持续性的进行一个远程的支援 上来直接被推开 是的这边看一下后续后续 爆一下 龙鲁终于赶到战场 但这边的话 虽然没有人阵亡 不过两边都是残血较多 一技能粘上 但是没有意义啊 没有直距的伤害 这个QE运到三个人 哇 直接顶过了这方输出 一点脾气都没有 就是打 就是打不动 看着残血就是收掉 收不掉 没有伤害 看这个奥巴马和这个 奥巴马和这个 奥巴马和这个 反而奥拉夫这边的一个发育啊 可以看一下 鸟盾720 蛋皮 这个打野已经 真的要逆天了 鸟盾出的很久 这是一个很好的 团队防御关队 是的 面对那种酒桶啊 酒桶EZ对吧 对 你看EZ这波团他大招放得很好 先把酒桶点下去 三二三 这边 闪爷这一把 怎么说呢 这个EZ也没有说特别的 参团 参团的这个 反而也不高 反而新德拉这一边在团战里面 刚才是存在感十足 超远程QE啊 什么W减速啊 一直掩护队友撤退 新德拉这种你 一套爆发不死他 接下来就很难打 这一把 酒桶回家只能掀出一个大棒 但他现在还是不够钱和帽子 赶紧再刷一点 把帽子拖着再说 这边已经 25分钟了 这边都没有帽子 这一把可见有多么的不顺 AEC这边的差距是建立在他刚回国家对面 回家的情况之下 估计等会微笑回去啊 马上哥 听你把比尔九特等到 就是差距还是有的 一把比尔救托胆刀在团战里面的这个作用还是还是大很多 一个主动师放门就12吸血 等等等等 赶紧给九总抓呀 这个时候 九总出了帽子才是王道 这边龙女赶到宽线对方有眼 所以现在这里绕边 把对方的眼抬掉 但是大龙很不给面子的 还是打开眼 现在经济的差距是慢慢稳定住了 这一点还是不错的 但是你稳定住经济差距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啊 你这边C位的薰薰一定要跟得上 还要想办法如何来这个应对这个欧拉夫 欧拉夫这场比赛发育实在是太好了 622的一个数据 这边有遭遇 这就算了 就反正两个人就有各种U技能 但是吊起吊的都很少 哎这里 还有大招 哎很聪明 而且前面有一个真眼 是的 快跑快跑 跑不进去 回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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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是一个优势了 大大优势 现在已经是一个优势了 大大优势 嗯 现在就等下来小龙再次拿个小龙 然后各种合你号 赶紧大龙做试炼 赶紧大龙做试炼 不能给对方打大龙的机会 这个全场的经济压制 OMG一直找不到突破口 虽然说九总现在回家终于是帽子了 但现在估算哎又被勾了这边能不能秒掉 一个大招给自己 好 追上来 应该A一下A一下 只差一下 死不了 有人交得很早 对 不想看这里是逃出生天但是小龙又丢了 哇 第四条小 这个小龙 快一万了 这一场比赛就好像小龙是we这边仰的一样 OMG还没拿过一 这边整个的装备差距实在太大 不然是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办法 你说你这边 就是防九筒其实只要你精神紧封 然后在视野做好的时候 他一直防着你九筒一个先手的话就可以守 这边还要就一定要守这个塔 OMG忍不了了 强行拿掉一个防御塔 把经济的差距暂时的延缓一下 哎安妮这是什么情况 哎跑掉了吗 哇这个 但是这个闪现 闪现没了安妮就没有什么威慑力了呀 看着你闪现没了这个时候 我觉得w应该会选择主动进攻 阿拉夫开这个急跑 主头没有丢到 看一下这边狮子狗在这里 找一个闪现跑 这边也是个一位移 逼到两个闪现 两个比较重要的闪现 对 这样的闪现一逼到的话 看一下他们会怎么选 继续做视野 先把大公司也抢一遍 哎这边狮子狗回来 要打一波 龙居飞升一波 不到对方后排 来 如果在这边吸引伤害 那这个龙太肉了 对方后排完全 无法冲 先不动而且还勾到一个人 这边的话 看一下九筒回身一个Q 伤害不够 一队现在没什么伤害 哇又是全残血 奥巴马反而伤害 在这个时候显得很冲击 要打利波零换二 这是一个鸟阵 保护全体 这种灯笼生了海哥里面 这个伤害的差距还是太明显 而且 上去想秒人 有机会吗好的这边努努死了哎呀 龙女闪现一翼收到人头 九筒这个大 哇 又是五人残血 这是这场比赛的第2个 啊啊脱了 他还是不太敢上 不是灯笼是给奥巴马 感觉怪怪的 但是这边九筒没有上 九筒不敢上 上了这边回房的志愿 奥巴马可能一套爆发 像这样 就你上了肯定被奥巴马杀 而且EZ刚才是残血吧 EZ上了也要被奥巴马杀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几乎 这个局势已经不可逆了 一万的经纪又是一万的经纪 这边微笑的装备是 破败也做出来 然后小铁里的话 跌入之后整个还减 不感觉整场的节奏都是被压制的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哎这边要遇到 有一个眼赶紧 奥巴马这一把其实实在是太简直了 他在团战里面的一小套爆发 基本上可以带走 半个人 打到谁都是半个人 打到那种特别脆皮的话 就直接带走 安妮一杯都可以 安妮还好 有个E 有个车里吗 安妮就不行 是的 这把节奏值得很快 看下补兵 270个兵的九头面 那282个兵的 车拉 好这边上台又要掉 你来不及了 你守的想法都没有 这个狮子狗已经放弃治疗了 这个狮子狗已经放弃治疗了 真的原地开始跳舞了 然后再回到中路 看到一个眼 九筒吓得赶紧 从另外一个地方 来这边又被推到一波 直接秒杀安妮 这个 大龙了 开始了 没什么好蹲的这个时候 龙龙想闪现抢的话 太难 狮子狗在旁边 都没勾到 哎 关键对方打大龙 是小子 我要跳 奥巴马回事 哎 奥巴马 奥巴马 直接吸了回来 看一个大招 我看一个大招 龙龙的飞生哭 我直接被带走 BZ想找机会输出 但是完全不行了 我能成立 我 我直接闪上来 聊起 聊起 狗总在旁边 赶紧回家 我先走了 保住 用人头换 对方大龙打这个 是很亏的一个 我一直以为 是很亏的一个 看几个人 刚刚还这种 两个人头 就亏了 我觉得一个人头还可以接受 两个人头 三个人头 随便回家再补给一轮 装备再更新了以后 在新德拉西南有法川 就是他们双C位 永远是领先对方ADC 一到半个装备的 又是一万多的一个竞技 又是大龙 就是在大龙这里做文章 就当地里面打 求你来团 我这边只要视野看到你利用垂直的一个先手 可以很轻松的完成一波击杀 只要击杀了我就是赚 这边又是把视野再深一度的往过牌 这样的话对于你的动枪每一步都知晓 超远距离的QE直接这么多血 这还怎么玩 安琪直接放弃 然后努努在上面应该是要抢一手 看一下这边的血线 啊 这两个眼 这样大龙一拿的话 感觉大势一确 没什么太大机会了 一万一的竞技 一万二 一万二竞技领先再加上一条大龙 也就是说 平均每个人比对面多一个大剑 但是W这边还很稳 不能从下面往上推起 就是一边一座塔一边座塔 拿小的 看一下沙路二塔这边怎么打 看垂时 现在有能不能够勾到 勾到应该就催库拉手 直接辛德拉接上就秒了 辛德拉在这里 赚一个球 准备WE连击吗 没有办法防守 对根本防不了 而且他这边这么远的一个 E技能 其实 他现在最恐怖的是 他E的伤害又很高 像安妮刚才直接一套技能就 四分之一血了 现在这个辛德拉可以说想秒谁就秒谁 对 只要有大仗 对 马马马这边也出了一个水击湿袋 辛德拉开始往法川上面去跑 听起来出个中亚 我觉得就稳一点就中亚吧 我觉得就稳一点就中亚吧 就球稳就出中亚 这样的话万一一个操作失误被九孔炸回去 他依然是可以利用一个中亚 然后再反打一套技能带走一个人 反而现在是微笑比较稳 直接是第四季出了个水击 这边还是和我想平坚的把视野控好 再把拼得慢慢带上去 是的 现在真的就很难打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机会 那是现在已经出不来了 出不了门 而且你的装备 他现在这种装备是没有办法打的 这边的前排实在太肉了 这龙女现在这个装备基本上就当你脸充 没有任何的办法 看一看这边紧张去打 就在这里不停的控制 然后有四百控视野 我看这边是 过去打一套小秒人啊 九筒 这里微笑很聪明知道九筒想要大招你 所以就马上往回撤 这边九筒的大没了 那给了他们一个开团的契机 是的 来看一下龙女 对一马都先 勾中龙卢 龙卢一个闪现逃脱 哇 这一波就是等于白白耗了一眼塔的血 辛德拉刚才的1Q2连是推到了EZ的但是 EZ正在拉大所以没有被打断 啊 等下一波兵线 这边把球放好 W 然后这里直接是拿高地塔因为九筒现在没有大招很伤 狮子狗要被秒天呐 直接勾出来秒杀掉了 这边秒了狮子狗九筒 鲁鲁在这里开了一个没有任何用处的大招 啊 奥巴马上去 闪现上去收掉这个人头 一个双杀只剩下小散一个人 还要小散鹅 这个打起两个人 啊没了 啊这边奥巴马反身打了熊一下应该是一个AD吧 啊应该是2比0的这个没什么选择 直接是推出了游戏 原来是守不住了 这安妮是怎么带走的 带走的蛮早的 那现在出现 好那这边的话we就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恭喜we2比0 2比0明天将会和IG会试决赛 哎呀we和IG大战这个好久没有看到了 是的 而且都是在两边这个 更换了对更换了人以后 这个明天的比赛比较期待了 是 而OMG战队的话将会 和pe 去这个季军赛里面 然后对对了 这让我想到了这个今天一年打的决赛是 OMG和pe就春季来他夏季来赛 结果现在的话 反正都是这两支队伍在互相 嗯是的 结果是 结果IG和we呢是在呃应该是11年的时候 那一年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决赛里碰头 那个时候因为战队少嘛 嗯然后 现在这么多战队情况下 还是这两个冤家 对杀回来了 那明天的比赛就会比较精彩了 明天的决赛将会是we对IG 而且是BO5的大战 哇明天这个比赛真的很有看点了 然后BO5很有可能打满五场 对然后今天这边的话又是两场这个2比0 这个就觉得很没有道理 OMG刚才的状态比较的奇怪 等会我们应该去问一下到底怎么了 好那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全部结束了 我们明天那个时间里面就给大家带来德马西亚杯季军争夺以及冠军争夺赛 希望大家明天不要忘记收看 明天见